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講實在話 雖然看起來是很鬧 可是不這樣做 請問要怎麼做 他也沒得選的是嗎 他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可憐啊 你以為他真的拿出什麼酷刑工具嗎 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鐵處女還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歐洲總是接有很多酷刑工具 很可怕啊 非常多 還有木馬什麼的 對啊 進豬籠 問題是那些東西 你覺得美國會鳥你嗎 美國理都不理你嘛 你就是拿不出來嘛 歐洲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去 對抗美國的武器嘛 所以我覺得講這些都說大話 沒什麼意義 馮德萊恩講的 我覺得還比較像是實話 就是趕快救自己 就是這樣子而已 真的好衰喔 被美國這樣弄 你還要自己救自己 真的 歐洲大概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烏克蘭美國你自己看得不然 他大概唯一 他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這些 對不對 然後他們自己想辦法去跟俄羅斯 和談 因為我覺得 歐洲唯一能做的就是這個啊 他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不是 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他要怎麼去制裁美國 他現在自己經濟就已經夠慘了 他再去制裁美國 他不是死的更快 因為他一定會傷嘛 而且他如果 你想想看一個最基本的 現在歐洲的天然氣這些東西 是靠美國的LNG船 是喔 那好你跟美國在打貿易戰 然後美國LNG船再漲價 請問一下你怎麼過 四倍半你六倍 我看你怎麼活下去 你根本就沒有條件 你進去跟人家講這個的時候 你講這個就是個笑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 就好像台灣那時候說要 說要去制裁俄羅斯 我就覺得你這講什麼 我聽不懂 結果我們到現在 還在偷偷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過這是誤實的 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同樣的歐洲也是一樣 現在歐洲唯一能做的 就是趕快救自己 那就是 如果你們夠Guts的話 就不要甩美國 就是你們歐洲大家聯合起來 是不是能夠跟俄羅斯達成一個協議 就跳過五個了 這個對喔 我覺得歐洲大家能做就這樣 不然還有什麼能做 我也想不出來 因為能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經濟也不可能一瞬之間就會變好 美國顯然也不想管你 美國現在擺明就是以零為禍 就這麼簡單 因為美國要救自己的辦法 就是讓全世界來去 這個美國弄出來這個坑 用全世界幫他填 就這個意思 不然的話美國還能怎麼救自己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所以歐洲人要看清楚 美國人不可能救你 他也沒打算要救你 你看馬克宏去就被洗臉洗成這樣 而且被洗臉就算還傻傻的 跟人家一起又說要注意中國的威脅 怎麼樣 你現在要靠中國 然後你現在跑到美國去得對中國 你是有病吧 所以我覺得喔 拜登那個時候 可能跟人家甜言蜜了一下說 你這個東西我也想辦法幫你解決 但是你要先跟我一起 先對中國大陸嗆聲一下 然後這個馬克宏本來以為 在看喔有希望是不是 然後跟你嗆聲一下 然後就傻傻就想去 你到底是多排斥啊馬克宏啊 我不知道 那不然的話正常的情況下 你要我幫你去跟中國嗆聲可以 但是你要先給我實質好處 嗯 我要先看到東西 請問你也沒東西給我 那我去 我為什麼要去幫你嗆聲 可是馬克宏就這樣做啊 他就去了 對啊 那那那你自己笨你要怪誰 嗯 這就沒什麼好講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當然 你不要看布林肯這樣了 他一下又對中國好像還不錯 哎我要去中國訪問 一下又在那邊嗆聲 我覺得這是以後的日常 嗯 以後大概美國每個國務卿都會這樣幹 我就這樣今天說哎中國不錯 我們要跟他保持2P 明天轉過臉來就開始幹掉了 我覺得這個大概以後會變布林肯的日常生活 嗯 那問題是美國這種指控其實本身沒什麼意義 嗯 你要去講中國大陸說什麼在外面 啊到處威脅 脅迫啊什麼東西 他到底脅迫誰 你還先講出來啊 對啊 你你如果說是 你特別要講台灣 那你就講台灣 對啊那你就講台灣 他是脅迫了日本還是脅迫了韓國 還是脅迫了越南 還是脅迫了阿富汗 還是脅迫了沙烏地阿拉伯 還是脅迫了烏克蘭 看起來都沒有啊 嗯 反而是你哎 因為全世界現在制裁最多國家的人是美國 你透出制裁人家啊 對啊那請問一下誰在脅迫 那誰在 誰在窮兵獨舞一直在打仗 美國從二戰以來到現在沒停過 幾乎一兩年就打一次仗 然後每隔五年十年就打一招大招了 那都是你美國在玩啊 所以我覺得你要去說服 你歐洲這些沒有或是世界上其他盟友 告訴他說中國大陸威脅很嚴重 中國大陸的軍事無力發展太迅速了 那好歹也要中國大陸在軍事武力上跟你差不多吧 中國大陸他現在航母也才三艘你美國十艘 他頓窩還比你小 那你自己也一直在講你的戰機也比較先進啊 你的船艦也比較先進啊 那你要告訴人家說中國大陸威脅很大 你要想想看人家為什麼要吸引你 這是很奇怪的一種說法嘛 所以我覺得當然美國不會停啊 他還是會持續這樣玩 對不對 因為他必須要去這樣做 他要把自己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 告訴大家我是因為中國大陸威脅太深了 我才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慢慢這個話會相信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原因是為什麼 是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正在全世界各地跟人家合作 他跟沙烏地可能馬上就要談 馬上就要談了 然後他跟中南美洲這些國家關係也不錯 然後跟歐洲這些國家你看著好了 歐洲接下來馬克宏在美國討不到好處 他回過來會去找中國大陸 因為他不找中國大陸也沒別的選擇了 那當這些國家一個一個從中國大陸這邊 能夠拿到實質好處的時候 你美國講這些東西還有多少人相信 而且你美國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你表人家也表得太厲害 你去年才弄了法國一攤 淺欠 對啊 淺欠的事情 而且澳洲也被耍了 對 他現在淺欠還不一定會賣給澳洲 對啊 核擴散疑率賣不了 所以到底是怎樣 你到全世界這樣到處去弄人家 然後包括你自己五眼聯盟你都出賣 那請問一下未來還有多少國家會相信你 我覺得美國持續這樣走 他路會越走越窄 真的 真的是越多越窄 我跟你講歐洲也不要這樣走 你會越走越窄 來 我剛剛說了 豬八戒 趙靖子 馬克宏 你現在真的是裡外不是人 真的 這個法國總統 真的是裡外不是人 為什麼 趙靖子都希望看到美國 自己人嘛 對不對 趙靖子看到自己就好像看到拜登總統 就好像我是年輕的拜登 拜登是老了以後的馬克宏 我們當然應該彼此幫助 結果對不起 往靖子那邊移照 發現自己還是豬八戒啊 靖子外頭 靖子裡頭人不理我 那我在外頭找個好朋友 找習近平 找中國 結果你在外面 你依舊是個豬八戒 還是沒有人幫你 為什麼 因為你跑到美國被拜登羞辱 然後你還跟美國去得罪中國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嗎 來 記不記得兩個人見面之後 發了一個會後聯合聲明 會持續應對中國挑戰 你有毛病啦 你不是跑去美國 應該是給美國壓力 說如果你不好好的 救救我 照顧我們這些小弟弟 那小弟弟就要去找另外的大哥哥啦 我就要跟中國跑啦 結果你不是欸 你跑到那裡去跟美國說 我還是要當你的小弟弟 然後我幫你打另外一個大哥哥 叫中國 那你就中國是白癡嗎 來 趙立堅直接回答了 說 法美關係發展不容損害第三方利益 尤其不容拿中國說事 我說真的 你整天在那邊叫叫叫 要訪問北京 說中國好棒 可是跑到美國又當牆頭草 我看你大概也不用去了啦 我都不曉得你還去不去的了 我們看這個之前新聞標題 法國這個駐中國大使說 法國總統馬克宏希望再次訪問中國 當時還提出什麼 三個必須要趕快去的原因 好像多集一樣 中法元首會面 馬克宏說 哎呀 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令人欽佩 轉頭去了美國又搞這個 我看你很難喔 這個馬克宏你千萬不要忘記了 本來你應該是比德國總理肖茲 更早去中國訪問的 為什麼去不了 為什麼後來是肖茲先去 第一個你就滿腦子想搞政治嘛 第二個你沒那個屁股 又吃那個蟹藥嘛 拉到一個不成人形嘛 第三 你就是反反覆覆嘛 一下跟美國 對付中國 說中國好棒 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你去不成 人家先見肖茲 就現在你還來 那你就繼續當豬八戒吧 不然我怎麼辦 老師 這次馬克宏去 這句等於說不但受到羞辱 而且最重要的他空手而返 而且呢 我說受到羞辱 因為他沒有對這個有關這個 所謂的抗通膨法案 在記者面前直接回答問題 可是拜登講的 拜登講說 我不會為我做這個 我不會為我通過這個法案 感到抱歉 他特別講這個 這個就是特別打臉馬克宏了嘛 也就是說他的兩個重要目的之一 公開拜登打臉他 那我覺得讓他顏面無光 他回去也沒什麼好說的 回到法國沒什麼好說的 除非他是孤獨求拜 他就是想要去到美國被美國 羞辱一下 那你可以不用去得罪中國 他這個就是說 他還有一個陰謀軌跡 他基本上他雖然在美國被修理 可是呢他還是要表示 我還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這樣他到了中國大陸 他才有一點點身價 要不然他完全繳械的話 到大陸的話他也沒有支點 所以我是覺得他現在啊 其實我們從整個的這種 權力平衡角度來看 其實現在是一個 美中爭霸的一個時代 關鍵十年 歐洲本來是沒戲的 可是歐洲人忘記了 其實他應該是什麼 英國人扮演的什麼 平衡者的角度 也就是說他把他的砝碼 是放在中國還是放在美國 這個的價值就出來了 那他不能一次非常清楚的表明 我要再往哪邊倒 他一定要在這邊左右兩邊擺盪 做對自己最有利的擺盪 從兩邊獲取實質利益 這一次因為他被美國修理了 所以他基本上去美國跑這一趟 其實是為了他去北京這一趟 先做一個鋪點 這個部分他在法國 在歐洲國內的輿論的話 他去北京 如果跟北京走得比較近的話 他國內的輿論不會有太大的 對他的不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一個戰略性的一個舉動 一個思考的模式 我現在看到我整個看大局 也不是夜觀星象 然後這個看大江怎麼走 而是說這是一個必然的選項 歐洲越來越發現 我真的這個機會來了 你們兩強爭霸 我第三者我先看出來了 對 歐洲也沒有什麼 什麼像三國演義之間 像魏蜀國 蘇國本來就很弱 他必須要找人結合 歐洲不會 歐洲本來就希望找一個什麼 自主的一個 所謂的這種自主的戰略 自己生存的價值 那現在在中美的爭霸裡面 他找到自己的價值 就是往中間一站 然後沒事往左倒一下 沒事往右倒一下 兩邊收取利益 這是最符合歐洲的戰略利益的 我覺得歐洲正在往這條路上走 正在往這條路上走 那麼而且我覺得走得會很快 那馬克宏有一點點急 因為開第一槍的是蕭茲 蕭茲已經擺明了 我就是站在中間 我也沒有跟你美國完全扯破臉 也沒有把你切斷關係 可是呢 我該跟中國大陸 對我有利的我都做 這是往中間站 最近他也不是明講了嗎 我們不會跟你美國一樣 完全斷絕跟華為的關係 德國政府不是最近才講的嗎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 歐洲現在往中間站 那麼過去你認為 這個跨大西洋聯盟 堅不可摧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那時代已經過了 現在是中美兩強爭霸的關鍵十年 歐洲倒向美國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美國基本上也不會給他好處 另外還要他切斷從中國大陸 獲得的實質利益 他往美國倒幹嘛 可是他一面跑上中國大陸的話 中國大陸能給美國的 能給歐洲的 這種安全上各種的保障 還有這種傳統上文化上的這種 相互的這種聯繫的話 中國大陸又有所欠缺 所以他最好的就是站在中間 像英國一樣 在歐洲大陸這種爭強的時候 這兩強或三強爭霸的時候 找到他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是覺得歐洲現在就在考 你這次看Michel 歐盟的27國和平的火計 到中國大陸怎麼表現 基本上是相當跟中國大陸 願意合作的一個姿態 這裡面通通我覺得 都是有這種戰略性的一種 越來越清楚的步數都出來了 那麼應對未來十年的美中爭霸 基本上歐洲我想已經鐵了心了 往中間站 那往中間一站 是對誰有利呢 對中國大為有利 本來中國的這個 像鄭永年啊 也是中國大陸現在這種策略 大棋局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學者 他就一直在 去年他就一直在談說 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 面臨美國的這種強力的這種打壓圍堵 關鍵就在歐洲 絕對不能放棄對歐洲的爭取 所以你看現在習近平的話 事實上我想對歐洲將來會放釋放很多的利多出去 然後呢把歐洲中立化 就已經讓美國孤立了 如果不能把歐洲中立化的話 那麼將來跟美國的這個 這個好 這個兩強爭奪 中國大陸事實上會很吃力 請上這個孟孟水 獨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來一包孟孟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